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近期国族的争议不断,导致众人会抨击男族 也会有球迷男女族和男族做比较 反观水庆霞带领女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而男族的现状也值得让人沉思 如今贾秀全首次出善就被拒之门外 惨遭支闭门耕,这究竟是何原因 难不成是贾秀全的执教生涯要结束了 这里全个有用,贾秀全 贾秀全曾经三次拒绝唐嘉丽归队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这么好的功勋球员 甚至为女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却惨遭拒绝无缘奥运名单 所以女族失去了最强阵容 在东京奥运会贾秀全带队连丢17球 让女族无缘小组出现 瞬间跌入低谷 如今水庆霞带领女族走向巅峰 很多粉丝表明贾秀全耽误了女族一个周期 必须负全责 瞬间贾秀全遭受很大的质疑与谩 在那之后就销声匿迹 所有人都觉得贾秀全的行为不可原谅 此次消失大概也是没脸见人 此时大连人招聘名单公布后 顿时引起球迷的暴怒 其中包括谢辉、贾秀全、黎冰、张玉宁、郭辉等六人的竞选 不过除了贾秀全 其他五位竞争者也都可以接受 而令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贾秀全竟宣布出山应聘大连人俱乐部主帅 不过好在大连人俱乐部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最终把贾秀全拒之门外 为此大连人俱乐部表明贾秀全之前带领女族输得一塌糊涂 足协也不可能重用贾秀全 毕竟大连人俱乐部代表着所有中国职业足坛俱乐部球队 这一决定也获得了很多球迷的赞成 一番话让球迷大快人心 更是为中国职业俱乐部立下了标杆 有了一个俱乐部的拒绝 估计也会影响到别的俱乐部对他的看法 加以言归审核 甚至会让他的执教之路更加坎坷 贾秀全自己估计也没有想到 之前带领女族惨败的战绩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大概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毕竟作为东京周期中国女族的罪人 带领女族踢出如此惨不忍睹的成绩 在赛后首次出山想着抓紧付出 实在令众人难以接受 为此贾秀全的职业生涯也遭受了巨大打击 对于59岁的他来说 未来想要出山国内足坛 当主教练的机会简直难上加难 或提前结束执教生涯 对此你怎么看呢